吳建豪近日被暴移在去年12月 与新加坡百亿千斤Aresa签字离婚 坦然结婚5年多 婚后一年就在网络上撕破脸 频频传出离婚消息 但碍于新加坡法律规定 结婚3年内无特殊原因不得离婚 即使3年后也需提出双方认可的理由才能离婚 就这样卡了4年多 据台媒报道 Aresa去年收到第一封离婚协议书 吳建豪陈述的理由是 彼此已无共同生活于3年 但女方对照申请的合法分居证明 觉得对方没有说实话而退回 吳建豪再寄出第二封 以老婆不支持她事业 兴趣不相同为由提出协议 但女方密友透露 结婚初期Aresa都爱相随 陪着老公到处飞 后来关系变质 连心中都不再告诉她 至于兴趣 两人早在14年前就交往 此一回不清楚 因此再度被Aresa退回 原本向万位婚姻的Aresa 被联系的离婚协议书 伤痛心默默接受事实 但却不认可对方的理由 最后只好主动找律师修改 双方在去年12月 终于正式离婚 各走各的路 看看吴建豪今日的发文 似乎没受到离婚仪式影响 还和杰伦双双晒出合照 周董还留言 明天继续玩 他也回应 一定 但恢复诞生的吴建豪 可要小心 别被周董闪斗啦 最早云乐 这里报道